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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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军宝 好 现在闭上眼睛 盛开吧 还记得吗 不记得 你忘了 这是你在少林寺的后山上送过我的 我每天都戴在身上 这块木头那么丑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怎么会是我送的呢 你会不会记错是别人呢 看来我是白费心机了 对不起啊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秦姑娘 你什么都没说错 都是我不好 对不起 你不要这个样子 对不起 我跟你以前是不是真的发生很多事啊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想不起来 我是真的想不起来 我已经很努力去想了 不然你再想想 你想想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想起来 除了看你洗澡之外 我什么都愿意配合的 好香啊 看到酒里之外都闻到香味啊 快点吃吧 你们去了哪里啊 没去哪儿 我带她出去随便转了一下 秦姑娘带我去水帘洞看她洗澡 别胡说 我没有骗你啊 你讲的真的 真的 不过我好乖啊 她一脱衣服 我就举起了小手 盖住小眼睛 什么都没有看到啊 秦姑娘 你不要误会 不是这么一回事的 是啊 她还跟我讲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 说我是她的爱人 以前我们有好多风风雨雨 你不要瞎说了 本来就是这样啊 她是不是有病啊 林姑娘 你不要生气 你听我解释 其实不是 好疼啊 怎么了 我的嘴巴好疼 让我看看哪里痛 你看 像萝卜干那么大的口装都是她呀 你自己长口装 关人家什么事啊 当然是她了 好端端的多了个嘴 向人家嘴巴吸下去 那整个口装就爆出来了 林姑娘 林姑娘 你不要误会 你听我解释啊 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这样 我不想听任何解释 我只想求你一件事 求你不要再伤害她了 行不行 我怎么可能会伤害她呢 我只是希望她能够恢复记忆 就算她恢复记忆了又怎么样 你以为她会开心吗 我告诉你 在你没来到这之前 她过得很快乐 很开心 什么江湖恩怨 武林盟主 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保证 这是她生活的最开心 最没有烦恼的日子 可是 她没有过去 没有回忆 一个人怎么可以没有过去呢 回忆是属于军宝的 她有权知道自己的过去 有权找回真正的张军宝 你不可以太自私 你只希望她和你在一起 难道你希望张军宝一辈子 像个傻子一样吗 自私的是你 我知道 你这么做 真是想夺回她对不对 不是 我只是希望 军宝能够找回真正的自己 我承认 我确实爱她 可是你不是军宝 你怎么知道她现在 不喜欢做呢 我告诉你 我也很爱她 你爱我 对 你爱我 我知道呀 若你也爱我吗 是真的吗 我以为你开玩笑的 难道我们以前真的爱过吗 我以为她是军宝 你曾经跟我说过 要和我在一起 我们曾经一起去过少林寺 明鉴山庄 你武功高强 还被封为武林盟主 受天下人尊重 不可能 你别欺负我没继续 你还创立了武当派 武当这个名字 还是你起的 你起起来了吗 不可能 我哪一点像武林盟主 我怎么可能是武林盟主啊 你说 我怎么可能是武林盟主的吗 我不知道 你说你不知道 秦姑娘 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或者是有个人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你试试看去替告示吧 小兔子好饿了 今天还没有喂他呢 我们赶快去喂他 我怕他他跑过来 船长的 他在寻找的 你怎么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把军宝留在身边 是不是太自私了 我也是把他当成小兔子一样 让他跟着我 陪着我玩 却不管他的内心想要什么 想跟谁在一起 你跟小兔子玩得这么高兴 最伤心的就是他的救主人 失去自己心爱的人的滋味真不好受 剑不断 利益还乱 像蚕丝一样 缠绕不休 慢慢地折磨着 那你从前不是认为我跟军宝应该是一对的吗 我从来不知道失去心爱人的滋味 你跟军宝在一起居然还这么不快乐 可怜天底下 有多少人害着相思之苦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把军宝还给秦姑娘 现在的她 根本不是真正的军宝 真正的军宝 真正的军宝 她只是倪香情愿的玩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秦姑娘 林姑娘 我走了 这几天来打扰你了 实在对不起 你别走 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 我从来没有替你想过 也没有替君宝想过 是我自己太自私了 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留下来好吗 一起想办法替君宝治病 让他恢复记忆 做回真正的自己 你不怕君宝醒来之后 不记得你了吗 从前的他和现在的他根本分不开 就算你走了 让我独占了他 我也不会安心的 因为我得到的不是真正的君宝 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所以有一天他恢复记忆的时候 他会恨我的 恨我把你赶走 所以不如现在把他的病治好 到那个时候 让他选择自己心爱的女人 林姑娘 一人真好 要是换了我的话 可能没有这么宽容 有机会给别的女孩子 我相信你跟我一样 都希望君宝得到真正的幸福 对不对 进去吧 走 听说这里有一个秦大夫 人称风化驼 专治银南杂政 说不定会把君宝的 失忆症治好 那你有没有带君宝去看过 没有 那个人很难找 他只是随便出来摆个摊 而且他看病 还要看心情 那个大夫是不是叫秦华 他怎么还不回来拿药给我 怎么回事 对不起 对不起 问一下这个秦大夫 是不是那个能治百病的秦大夫 这就是他了 那人呢 我现在来了 来了 好臭啊 越臭越滋补啊 每天早晚喝一次 保证三天之后药到病除 这是什么药啊 怎么比糞便还臭啊 你怎么嗅到啊 这些糞便全都是毒蛇 蝎子 乌龚蜥 还有那个蝙蝠 五种毒物的糞便 集五毒之精华 是臭中之臭啊 一毒共毒 你胸也疼 头也疼 还有狐臭 全都是无名肿毒 吃了这副药 一定会有两个药 吃 我不要吃 太过分了 是臭了 我不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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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他妈的全扭了 滚 头头给我滚 笨蛋也没有心情谈病 打扰一下秦大夫 我叫林雪耶 不 我什么人都不喊 秦大夫 秦大夫 你别走啊 秦大夫 你别走啊 我跟你们说 你们两个不要再跟着我好吗 烦死了 秦大夫 你别生气啊 去吧 对不起秦大夫 你听我们说说吧 好吗 秦大夫 小女子也略通医术 可是现在碰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病人 我相信除了秦大夫你 天下没有第二个大夫可以治他的病了 秦大夫 是 秦大夫 你医术高明 就帮帮我们吧 秦大夫 我的那个朋友有一天到山崖上滚了下来 头脑内积了血块 后来就像得了失心疯一样 忘了自己是谁 忘记了自己的过去 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个人 以为自己是一条狗 我想 如果一个人有一天 因为自己是只狗的话 肯定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 秦大夫 秦大夫 你不要睡了 行不行啊 你帮帮我们看看他好不好 秦大夫 我看这个人疯疯癫癫 啦啦塌塌 不太可靠啊 疯癫是有一点 可是像他说的那个以毒攻毒之道 的确是有点道理 不像是乱讲 不然的话 等他醒来再说嘛 跟我走 老板 要那条活的 大的 这么多鱼啊肉啊 怎么吃得了啊 你拿好啊 谢谢 谢谢 慢走 这些当然不是给我们吃的 那给谁吃啊 天下最打动人的 莫过于美食当前 尤其对那些肚子饿 和嘴馋的人 你是说秦大夫 正如他所说 如果他医术高明的话 就不枉费本姑娘 为他亲自下厨 好办法 真香啊 秦姑娘 那红尚礼仪看来不错啊 我要尝一口 红尚礼仪 红尚礼仪 咱们还有红尚肘子东坡肉呢 嗯 黄香有点咸啊 不会吧 我刚刚尝过 真的咸 怎么可能呢 你别臭美了 自己做的鱼肯定是好吃了 那咱们要不要找一个人来评一评啊 好 秦大夫 秦大夫 要不要尝一口 嗯 嗯 好不好吃 嗯 好吃 香不香 香 那以后要不要吃这样的鱼 当然要了 那你就得帮我治个病人 那不行 吃完这个我还得睡觉 那就不能吃这个鱼 嗯 给 真够烦的 祖本化妥绝秘密集 宁针 走 走 祖本化妥绝秘密集 怎么样 有没有治疗事业的方法 有了 治疗精神恍惚 神针错乱的方法 跟君宝的病症很像 君宝有救了 快点抓药 嗯 这不对呀 不行啊 这剂药不行了 这剂药不行无所谓 这里还有第二剂 我们赶紧去及时买药 走啊快点 还买啊 君宝这么早啊 噓 别那么大声会吵醒他们的 对呀 他们昨晚忙了一夜 让他们多睡一会儿啊 对呀 来来来来啊 来呀 走走走走 走啊 你要去哪儿 去卖艺啊 你以前不是常常带我去胸口碎大石的吗 今天我们去胸口碎大石 我连大石都带了 不要这么早嘛 人家还没有睡醒啊 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们去集市就对了 十五啊 很多人逛街的 要是我们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站不到好位置嘛 走啊 哎哟 那我跟师姐说一声好不好 哎 千万不要啊 女人睡得不够很容易老的 走了走了走了 走走走走 走啊快走啊 不如我在这里睡一下吧 你不是说要早点到集市找个好位置 刚才你还说今天十五很多人逛街 我们还是回去了 哎哎 千万不要 回去还有命吗 原来你不想回家 当然了 昨晚我已经被他们搞得剩下半条人命 再不走 我另外那半条小命也都没了 他们都是为你好 想帮你恢复记忆 要那么好的记忆干嘛 现在不是很好吗 有空帮你看看柴 帮漂亮姐姐买卖菜煮煮饭多开心呢 可是你从前不是这个样子 管他呢 现在开心不就得了吗 可惜啊 不是人都像你这样 拿得起放得下 有时候 我真想像你一样 什么都忘掉 就不会有烦恼 你有心事啊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好啊 你试过 那个事情没有啊 是什么 关于妇女的事情 你干什么呀 就是一男一女 你没问吗 你不要动啊 神仙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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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在这里 为什么 为什么要躲着我 神仙姐姐 傻小子 神仙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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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 你快点出来 我知道你在这里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不出来见我 为什么 神仙姐姐 神仙姐姐 如果你不出来 我就一直在这里等你 难道这世上 真有这么痴心的男人 我云不得了 我云不得了 你现在在这里 就像我一样 但是我一个人都在这里 我每天都在这里 就像你一样 你现在的一样 我看你一样 我吃你一样 我一样 你一样 我一样 回来了 金宝和翠珊呢 他们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没有啊 我去买山草药了 这是给金宝治病的 对啊 昨天晚上没有给他煎外夫的药 所以还很没有效果 内服外夫 但愿今天应该会奏效 秦大夫 我找你们俩好半天了 你大驾光临有什么事啊 有点事 那没关系 你留下来吃个便饭 吃了再说吧 不用客气 怎么了 是我的饭不合你的胃口 不是这个意思 我求之不得 可是我也怕 你们不会再煮给我吃了 那怎么会呢 我昨天给你们那本医书在哪里啊 还给我吧 你们看看这本 更比较合适 为什么 因为昨天我给你们的那本书 是治疗秦处的医书 秦处 秦处 是啊对不起啊 我一时给弄错了 怪不得这个书写的爪啊翅膀啊什么的 你太过分了 你们会不会再煮饭给我吃啊 吃饭 吃你个头啊 你得说我拿走啊 秦处的 那些药 那些药全部都是有毒的 那位山哥就这么一走了之 也不说一声 搞得我像个白痴一样 等了他一整天 忘记买咸蛋 站住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我没病 不用看大夫啊 你不用担心啊 我不会给你喂苦药了 真的 不过 不过什么 要 要什么 要给你 针灸 不扎针行不行啊 不行 扎一针而已是不是啊 不行 全身大学都要扎 全身啊 脱衣服 出洋穴 出洋穴在哪里啊 进洋穴的旁边 进洋穴 进洋穴在什么地方啊 有洋穴的旁边 女孩子家别乱碰 我很痒啊 君宝 你不要动啊 神仙姐姐 你为什么不出来见我 难道 你已经忘了我 花自飘零 水自流 一种相思 两处闲丑 此情无际 可消除 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 一种相思 两处闲丑 我的相思 不会是 一厢情愿吧 神仙姐姐 为什么 为什么不出来见我 神仙姐姐 神仙姐姐 你是不是忘了我 你太傻了 何必如此痴情呢 我不可能和你长相厮守的 那一次 就当是春萌一场吧 神仙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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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仙姐姐姐 神仙姐姐姐姐 不行啦 我快熟啦 救命啊 再坚持一下 再坚持一下 马上就好了 我快熟啦 不行啊 你要出来的话就前功尽弃啦 让我出来一下 让我出来一下 你别闹啦 君宝 你别闹啦 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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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醒醒 我记得了 我记起来了 我什么都记得了 真的吗 你真的想起来了 那你是谁 张军宝 我是谁 凌雪燕 我是谁 秦思荣 真的记起来了 君宝 是啊 我什么都记得了 不用再争我 不用再久我 不用再争我 让我出来啊 等一下 等一下 他记起我们的名字不稀奇啊 在他失忆之后我们都告诉过他 对啊 骗我的 我是谁 秦思荣 我的身份 你啊 你告诉我他是你什么人 他以前对你很好的 对我很好 我妈 我干妈 我姨妈 我姑妈 我奶妈 他以前犯了你还在闹 我们想救你啊 君宝 我不是有心要骗你们 我受不了了 怀神妻子这个人肉放我出来啊 不要 不要 不行 随三哥救我啊 随三哥 你怎么了 正所谓一个人不伤心就不会愁眉苦脸的 这阵子你整天愁眉苦脸的啊 是不是很伤心呢 伤心是开心的另一面 啊 没有开心过 又怎么会伤心 为了当初的开心 我甘愿忍受现在的伤心 又开心又伤心 你的心是不是有问题啊 我说了你也不会懂 我是不懂啊 不过漂亮姐姐懂啊 她是位大夫 我看你叫她帮你把把脉吧 这种相似病是无药可救的 唉 那不就是绝症吗 你不要吓我啊 你千万不能死 我舍不得你啊 像你真好 什么烦恼都没有 虽然什么都忘了 可是 有两个深爱你的女人关心你 陪伴你 而我呢 我不知道她身在何方 此情无际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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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日 我和闪电从驸马府出来 向左转 坐着马车来到大路上 我心数一百二十八下 马车突然转弯 转了又转 你约是三个弯 我听到了打铁声 之后就闻到了马氛围 马车突然颠了一下 应该地上 会有个坑洞 把车转弯 转了又转 应该是三次 看来 还是要忍耐些 才可以查出天军牢的所在 叔叔已经答应我 教我武功心法 那太好了 你学了绝世武功之后 就能更好地为逍遥王效力了 是大铁舍 转完了 和上一次是同一条路线 到了 下车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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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是来向你学见 叔叔 你武功怪事 这一次 我是来拜你为师的 求你教我 明剑山中的武功心法 你已经背叛师门 投靠萧妖王 凭什么要我 教你剑法 就凭我是大宋的驸马 只要你肯教我 我就可以说服逍遥妖王 带你离开这里 相信我吧 我不会骗你 如今我什么都不缺 缺只缺 能够震撼江湖的 武功剑法 叔叔 你不要再固执了 只要你肯教我 我就能带你离开这里 重书江湖 重出江湖 萧妖王 真的会放我离开这里吗 我敢保证 一定会 太好了 我总能一生困在这里吧 我决定重出江湖 跟萧妖王这个魔头 一决死战 你过来 我把明剑山庄的武功心 却交给你 上次有驸马府出来 向左转 我上了大路 心数一百二十八下 转了三次 可为什么这次只转了两次 我依然听到了打铁声 闻到了马氛围 地上还是有个坑 莫非是闪电 存心带我兜圈 想混淆我的记忆 待会儿叫那个怪医秦大夫 多开两副药给山哥吃 把他的相思病给医好 让他不要整天 愁上眉头 愁上心头的 等一下大夫问你什么 你就乖乖地回答 知不知道 我现在拿药给山哥而已 关我什么事啊 反正都来了 你就顺便看一下吧 随便吧 走 快点 快走 秦大夫 嗯 你就是那个怪医秦大夫啊 看你就是得怪病那个傻子吧 是啊 走 走 对不起关大哥 请留步 这位是我的朋友 不知他犯了什么错误 你们要抓他 这个人到处招摇撞骗 冒凶神医 在现场里头 医死了人 不会吧 你们有没有搞错啊 我们没有搞错 我们几经辛苦 才捉到他 怪不得 金宝得变好几色 他是疯的 他忘了你吧 干什么 是啊 我知道 我知道怎么医好他的病 你们就让我试试吧 让我试试啊 喂 你懂不懂医啊 我告诉你 这个人三年前自称化妥转世 两年前说是灵媒 这一年才转行冒人大夫 转转身份 过过瘾吧 走啊 你太过分了你 走 我见我能医好他的病 我见我能医好他的病啊 催眠大法 催眠大法 今天天气真好啊 我看那个疯化妥不光是疯啊 还是大骗子 我担心他的身体受不了那些古怪的折磨 可如果现在放弃的话 那金宝之前受的那些折磨 不全都没有意义了吗 无所谓啊 之前你们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给我吃 搞到我只剩半条命 现在再搞个什么催眠大法 也不知道有没有后遗症啊 如果他不愿意 不如就算了 可是 军宝 你自己决定 要不要医好病啊 那随便了 什么催眠大法 不疼就试一下嘛 不会痛的 书里写了 只要放松就行了 真的啊 嗯 军宝 你听好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你看着你眼前的铜钱 看着他 全身放松 放松 全身放松 眼睛是不是觉得很累 是不是觉得很色 眼皮是不是觉得很重啊 好 你就慢慢的 慢慢的 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静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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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爱 头发花白 随喧哗飘下来 别来为我叹息 我的眼泪有它的经历 别以为我心里没有秘密 孤独不哭 不在乎 才不会为一个人本身说服 没有爱快乐听自己哭 孤独不哭 不在乎 才不会为一个字万劫不复 想得太清楚很迷路 我远满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